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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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应该是语言的主人 而不是语言的奴隶 所以从这么一些评论来说 我们就知道 语言是什么呢 语言就是人与人之间在说话 人与人之间在互动 那么作品又是什么呢 作品也是人与人之间在交流 人与人之间在互动 那么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呢 没有读者当然也就没有作者 那么作品是怎么创作出来呢 那么后现代主义就认为 作品是作者和读者 共同创作起来 而不单纯是作者创造 那么作品假如是 由作者和读者一起完成的呢 那么这样的作品呢 就应该是作者和读者 互动的产品 正如1930年呢 有一个诗人 那个诗人的名字叫 叫John Bass John Bass写过一首很奇怪的诗 这首诗呢 就很强烈地表现了 作品是由作者和读者 共同创作的这样一个音乐 这首诗是这样的 他说你来听 你就是我出的讲话的状态之中 我不管你的反应 我的第一个词 不是我的第一个词 我本来希望的是另一种开头 关于别的事情 我没有什么好的名称 我所用的词 也许就是误解的 如果不是错误的 我两者都可以不用 这段诗人又说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我自己不知道我知道什么 没有新闻就是好事情 或者我又错了 他又说 我觉得自己正在奇怪地说话 不必听自己讲什么 他说我有些小聪明 我有些小聪明 但别人跟着我好不好呢 我不知道 他又说了 你还在那里听吗 如果你还在听 那我对你就是虾子和笼子了 或者你就是我 或者我们两个人 我们两个人 我们可以想象 我有的是奇怪的念头 哪里有声音 哪里就有人说 这首诗呢 特别要提出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没有你来听 哪有我说话 因为你来了 所以我才说话 这就集中的体现了 作品是什么 是作者和读者一起完成的 这样一个概念 他另一句诗也是突出了这个概念 就是说 你还在那里 或者你就是我 或者是我们两人 所以呢 这个就是说呢 作者和读者之间呢 作品和世界之间呢 本来就是个互动的关系 并不是说 某个人可以创作一个世界 某个人可以创作的作品 那么这呢 就提倡了一种创作过程呢 其实就是一个 人与人的之间的交流的过程 那么这样一种思想呢 我们呢 也是比较零碎的 但是我们把这个呢 就代过成叫做 后现代主义 那么可见呢 后现代主义呢 它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它代表着对那个 帝国主义时代的 资本主义有文化矛盾的 那样一种文化垄断的 进行了讽刺 进行了那个反抗 但是呢 它又显得自己很零碎 它自己因为反体系 而自己不构成一个体系 那么总的来说呢 它是一种 一种感觉的东西 一定程度上 它也算是一种消极的东西 它尽管它在否定 那个垄断的资本主义里面呢 有一定的进步性 但它本身呢 也够消极的了 它在于否定了因果论 它在一定程度上呢 贬低了规律的中央性 它同时呢 还提出一些 一些流动这样的词 提出一些展开这样的词 它比如说 一棵种子 一个种子可以长成一棵大树 但种子和树之间 不是种子是因 树是果 而是一种自然的展开 就是展开 流动的意思 就是促藏的意思 代表强调的这种偶然性 比如说 我去买一个礼物送给你 因为你过生日 起现我记录生日卡片 后来我觉得 记录生日卡片太熟气 我就买了一束鲜花 后来我又想 我和你的关系 不至于应该送给你鲜花 那么我就帮他 送其他的礼物 买本书吧 后来那本书买了以后 突然之间 我觉得那本书很好 我就干嘛不自己留着呢 于是我到了朋友的家门口 突然之间最后 我就买了什么 我就买了一个西瓜 买了一个水果 当做礼物送过去了 这就是出场的意思 那么为什么西方的那些文化 那么些有名的学者 突然之间都在偶然性 赋予了那么强烈的赋予呢 其实就正是他们的一种心中焦虑的表现 偶然性代表着生活的不稳定性 代表着多变 多难多灾 也是他们对他们所处的生活现状的一种控诉 所以我们不能一下子 因为他们谈偶然性 就一下子把后现代主义呢 那个说成是一个消极的东西 我们必须找到它的原因 原因强调偶然性 实际上就在哀态 命令无常 正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我们才能够理想 才能够理解他们 那么总的来说 我们小结一下呢 就是说这些后现代主义的提出了 它表面上看是对科学主义 对现代主义这种否定 实际上它还是对于 从资本主义 从理性的资本主义 过渡到那个 任性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反抗 尤其在思想层面 艺术层面 它实际上反抗 那么既然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给了西方人 对西方文明根迹的 一种反思 一种怀疑 那么产生后现代主义呢 实际上是有这样一种历史背景的 这是要说的第一个总结 要说的第二个总结呢 是那个后现代主义呢 它是站在那个现代主义的 对立面上出现的 然后它自己有创新的内容 正因为这样一种创新的内容呢 它基本上是弥补了 原来的现代派 学院派所不重视的一些东西 像注重情感啊 注重个性啊 注重过程啊 注重混合的类型啊 注重多种风格的发展啊 这些思想 这些文化类型的提出 它在很多 很大的程度上 是扩展了 文学艺术的发展的领域 从这一点上来呢 它也是有进不进的 那么第三个情况呢 我们也要看到 它有一定的不足 列入对于规律性的否定 对于科学主义的怀疑 对于那个 过分强调 那个 科学与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科学与艺术 之间的那个差异 因为我们觉得 假如一个世界是圆的 的话 其中的每一个物种 每一个品种 都以自己的方式 来构成这个文化的 成为文化 文化的一员 所以呢 在那个 后现代主义文化 提上历史的碎化 领域的多元化的 那个思路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呢 也是把那个 文化结构的 整体性给破坏了 那么后现代主义里面 有一种成分 叫做忧郁啊 一种不安全感 一种什么担忧 焦虑感 实际上呢 也是它对于这种 文化整体结构的 破坏以后 它对自己所做的 这个行为的一种反思 它未必这样一种 做法就正确的 其实实际上 离那个 后现代主义者 他们也认为 当他们把一种 结构给解构了以后 正是他们焦虑感 产生的时候 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叫做 追本溯源 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比较 为什么我们要想到 这个问题呢 因为刚才我们不是 已经讲了吗 在现代主义和 后现代主义比较中呢 我们提了一个词 这个词叫结构主义 结构一来呢 它把原来的结构 给否定掉了 人心中就产生 很多很多的忧虑 那么怎么使人 去去掉那种忧虑呢 那当然你还可以创新 你组建一个 新的文化的结构 但是呢 人还很容易回到历史上 向历史的回归 所以中国的鲁家学说 就变成了新鲁学 在西方国家 尤其在美国 特别流行 而西方的人 也越来越严比成希腊 又回到了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斯多德那里 以为呢 在原来的那个 古代的文明里 有给现代人的一种启示 有给现代人一种智慧 那么人在这样一种 向历史回归的时候呢 我们就想起了两个人 一个人呢 就是中国的孔子 另一个人呢 就是西方的苏格拉底 这就是我们这一讲的 要讲的内容 那么我们先从苏格拉底 讲起吧 因为苏格拉底呢 他是西方人的一个智者 他呢生活在公元前的 469年 他始于公元前的 399年左右 大概活了70岁 那个苏格拉底呢 非同小可 因为他的一生呢 创作了很多的新的思维 苏格拉底这个人啊 他原来是 是那个产生在那个 一个学派 叫做诡辩学派 诡辩学派呢 就是把一切概念相对化 对道德观念 法律观念 进行主观性的解释 相对的解释 那么苏格拉底呢 虽然是产生于这个学派 他和那些诡辩主义者 确实不同 诡辩主义者呢 把一切都变成相对的 相对了以后呢 苏格拉底呢 却认为 事情一定有真理存在 不能一切都相对的 一定有真理存在 所以呢 他用的方法 就是用提问的方法 什么东西呢 他要提出问题来 我们现代学者也认为 这一点是很有道理的 现代学者 有很多那个 著名的科学家 著名的学者 都是脑子里能够 产生很多问题的 假如一个人的脑子里 不能产生些问题 甚至不思考问题 那么他在科学上 很可能没有成就 苏格拉底是一个 很会提问题的人 他用提问题的方法 企图去追问 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发现 什么是永恒的原则 所以呢 那个苏格拉底呢 他也对知识 下了一种 他自己的看法的定义啊 苏格拉底认为什么 是知识呢 知识是救人的知识 他把它提到这么高度 知识呢 可以教人一种正当的行为 人本来是很无知的 不知道什么是正当的 什么是不正当的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主要是没有知识 没有教育的 所以呢 苏格拉底就以为 教育 和给人知识 就能使人 分清好的 知道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什么是正当的 什么是不正当的 所以呢 亚利斯多德就这么来解释 苏格拉底的知识论 亚利斯多德是这么说的 说苏格拉底呢 认为 没有人会 最好的东西进行对抗 只不过对最好的事情呢 产生无知 所以呢 这句话还是说的很对的 就苏格拉底就是认为 为什么要这么提倡知识呢 为什么要提倡 唯知识德 唯有知识才是这种美德呢 关键的关键 就在于 知识可以教人认清好患 让人能够把握正当与非正当 知识既然是这样的 那么哲学又是什么呢 那么苏格拉底就认为 哲学就是教给人知识 帮助人认识好患 从而使人获得幸福 所以哲学和知识还不同 他要帮助人得到幸福 认清一切问题 从而找到幸福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苏格拉底是起源于那个 诡辩学派 但他与相对认的诡辩学派不同 他认为正当的东西 真理性的东西 都是永恒的 它是不分时间的 不分地点的 不分场景的 不分条件的 对就是对 而且在一切时间 一切地点 一切场景 这是对的 那么这样呢 就产生了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呢 后来就被解释为 叫做自然法 自然法在苏格拉底 那是什么意思呢 自然法 它的意思就是 自然的法则 它存在于 人之先 也存在人之后 就是说当人还没生出来的时候 自然法已经有了 自然界已经有规则了 当然已经从世界上消失的时候 自然的法则还是存在着 所以呢 我们从苏格拉底那里 就可以看到一种很浓厚的 分析的批判的精神 我们也能够看到 它把世界呢 它研究哲学 研究人生的目的呢 就是要发现永恒的规律 寻找真理 发现规律 在方法论上 苏格拉底是很有突破的 苏格拉底之所以能够突破呢 就是它不极限 它是个辩证法论者 它说 为发现真论而争论 为发现真理而争论 也就是它不是随便和人争论的 它是为了发现真理 和人进行学出争辩 它并不接受 以前的 它并不随便接受以前的定论 或者以前传统说 这已经是结论了 它要经过自己的科学研究 通过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实际考察 通过和人的辩论 才能得出什么是真理 什么不是真理 它说呢 对一切事物都要进行仔细的分析 然后呢 才能够对以往的错误呢 进行纠正 它认为这样做学问呢 是正当的 那么苏格拉底这么一个伟人呢 他的这些思想呢 被他的学生布拉图所继承 布拉图呢 是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 他呢 生于公元前的427年 死于公元前的347年 大概是活了80岁 很长寿 尽管他也很有成就 但是他跟苏格拉底 当学生的年纪只有8年 也就是说苏格拉底是个很伟大的教育家 他在20 布拉图20岁的时候 开始教他 教到28岁 苏格拉底就死了 所以呢 这个8年的训练 使得布拉图成为一个这么伟大的哲学家 布拉图他写文章呢 主要用的是一种对话题 这种对话题呢 就是一个人和一个人在讨论问题 对话题有什么好处呢 对话题当然有好处 首先对话题呢 是开放性的 一个人可以提出问题 另一个可以解答问题 如果你不同意他这种说法 你还可以和他辩论 所以呢 那就是说这里面呢 就是说没有说我说的话一定是结论 我说的话一定是真的 一定会是真理 夫子说了 我们可以争辩嘛 最后呢我们的 对于那个知识的追求 就是永无止境的 所以呢 这是代表他的开放性 第二呢 布拉图认为啊 用这样一种对话题来说话呢 是比较自然的 比较优雅的 他能够吸引很多人来关注的 吸引大众眼球的 那个时候你可以用比喻的方式 用很优雅的例子 举很多例子 那样一来呢 你就可以使得你的话 你的文章写得很精彩 所以我们从那个 他用的这个文体上面呢 也看到了布拉图的细致 他不是把文章写成像 技术性文章一样 那个下一个很死的结论 而是带有一定的灵活性 开放性 重点 他的哲学呢 读起来呢 更像哲学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 因为呢 他提出了一个理想主义的观念 一个理念 我们英文叫做idealism idealism这个词呢 又可以翻成微信主义 又可以翻成理想主义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把idealism呢 翻成是理念主义 它主要有以下的一些特点 那个布拉图所说的这个理念 这个概念呢 它首先有这么一个要点 这个要点就是说呢 那个真实性呢 仅仅仅是存在于理想之中的 或者仅仅是存在于彼岸的 什么是真的呢 如果你做本体追问的时候 你所看到的只是现象 还不是本质 你要追本术源 那你才能追到它本质里面去 那么关键是布拉图认为 真正具有实质性的东西 不在这个世界上 是在彼岸 是在天国 你比如说吧 这里有张桌子 那桌子是什么来的呢 桌子是木头做的 那么木头是怎么来的呢 那么木头是那个树长的 树是怎么来的呢 树是种子变出来的 那么种子最后是什么呢 种子是自然的被造物 那么被造物又是哪里来的呢 你可以说可能是神造的 那么神是造物主 那么你再这样说下去 你就没法说了 对吧 你就可以追溯到彼岸去 也就是说 他说那个理想 那个东西呢 最理想的类型呢 存在于彼岸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人间的一切 都是那个理想的类型的 不完美的复制品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把椅子 这个椅子也很好看 它却不是一个理想类型 它只是理想类型的一个复制品 所以这是布拉斯的思想 estat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